刚摸了二三十斤的这个卷头回来 然后我们今天拿来 煮这个鸭脚钻笋领备好了 这些石厨全部搞进去 因为上一期的视频 拜的时间太长了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下水的那种过程 这个等一下叫你们过来一起收楼 这雨下的好大啊 这个楼基本上能不能煮电哦 哇 打雷了 雨过天晴哦 刚才下了一响大暴雨 然后这些楼都刨出来了 你看 现在清洗一下 然后开始夹了 清洗以后他就把那个东西给吐出来了 我们先把这个鸭爪给砸了 然后等一下放到那个楼子里面去一起煮 高压锅里面咱们放点八角香叶小茴香生姜 加点白酒 这个白醋哦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生抽 然后下一个这个鸡 鸭嚼 等盖上锅盖 待会上去给它压热十秒钟 我们先切一点这个酸酸 因为那个鸭子啊 鸭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你一开那么大手 我想开起来了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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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你帮我摘一下子猪蜜 你去他家摇一下 你再回来 嗯 看看你 我喜欢 你怎么那么好 有你害呢 蛤 他们有你和尼吗 有你和尼吗 我们这个鸭子已经鸭好了 放下水了 然后等下门的时候放进去 再门一会儿 它就很入味了 哇 看见了 嗯 香香的 我只能帮你洗这个吧 开始剪了 不能看得出 又是一个大工程 哎哟 好大 你看这种大玩笑 大 一大一寸 慢点不要剪住手 多吗 多吗 多 又大 四个小时的那个 倒了十几二十公里去摸 剪这么多 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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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酸了 我们先洗一下 再洗一下 好 腰都酸了 太厚了 太厚了 又来了 你不能过来帮剪 我的时候把他倒掉哦 一个人剪 准备撕了 一堆人来 哈哈 撕了 刚忙完啊 没办法 哎呀 怎么那么不拿的去买 你出去两个腿巴的肿管 哈哈 搞这么鬼 不拿的去买啊 你看两个腿巴的肿了 哎哟 这块 今天 二十五天到三十天 下次我带你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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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你带我去 他不懂那里啊 你不懂那里 下次我 我开我的船 我上去的话 一般我出去都是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叫回来 你感觉拉得到耶 那时候我出去 一个礼拜 叫来 跟他一样 这个冲沸什么的 我们一出海 不是一出海 就是 就是一个礼拜 叫回来 回来的我就拿一种 两个礼拜 十块钱一圈 我先把这个蒜绳给炒干了 这个墙子加的锅 大一点 等一下那个有点小 哇 很好 我已经用大锅了 这辣椒够不够 不够爷家 还是放辣一点 像我们吃辣一点 我叫你想放点鱼 我叫你五丸 我叫你五丸 五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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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才是灵魂 这个是那个 酸笋的那个汤水 有点八加一 两瓶 八加一 两瓶 八加一 这个 两瓶水 油鱼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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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那么准时 我来去楼梯的 走错路了是吗 来去楼梯的 你可以回去了 楼梯放在哪里 酸 酸 我这个辣 不不得跟老鱼 酥酥酥 好吃 下次还去 哈哈哈 够不够辣 够不够辣 够了 不够好吃 我觉得 简简单单吃几碗就行了 不好吃 不好吃 你放啊 你要把它放下 不好吃 你说不好吃 你得放下 是放到碗里面 我说不好吃 我又不是说不吃 我又不是说不好吃啊 我是说不好吃啊 我都不吃 好啊 嗯 不好吃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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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